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负起全责 要惩处这个失责的官员 这到底能够给灾民们一个交代吗 这样子的表态够吗 今天在CNN网站上面有一个民调 这个问题是说呢 台风受灾的民众对于救援的延迟 台湾的领袖应不应该要为此下台 CNN的网站用的下台这个命题 去看马总统这次救灾的表现 在网站的投票上面 这当然是一个随机的方式的投票 认为马总统要为了这个 风灾的救援延迟下台的人 是占81% 认为不应该是19% 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调查 但是它反映的是 民众对于这一次 救灾的效率效能 跟效果的一个民怨的不满 是这么的高 有81% 明天下午两点半呢 马英九总统要举行一个中外记者会 来谈这一次的救灾 以及相关的 他说要负起权责 怎么负责 我请教一下姚先生 从风灾发生到现在第十天了 总统来关心过你们吗 不要说 从我们灾难那天开始 对不对 也是第七天 不要说第十天 第七天以前 从来就 就是说在我们最困难当中 对不对 连一个香港都没有到现场 不要说台湾什么什么 我们行政团队 我们包括我们乡里面 从来就没有在照顾我们 我们跑到哪里 就是说我们在救救当中 被人家救出来以后 被救到内门顺贤工 在被救之后那段时间 我们自在那边 总共我们有七天嘛 对不对 在那边搭了七天 连我们乡长都没有看过我们 乡长 从来就没有一个官员当我们里面 包括我们吃了 吃了什么东西 他们从来就不问不问 都是这些庙宇里面 就是第一先所知道 就是说直记 他们知道我们 我们要被得救了嘛对不对 他就到现场那边做准备了 他后来就是我们委员 就是黄昭顺委员 他知道我们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身上有没有穿件衣服完整了 完全都没有啊 一夜没有全部都是实施的啊 对不对 里面都更不用讲了啦 失诊都失诊了啦 什么起泡了什么东西啊 感冒都感冒了 孩子你看一下医院马上治医院 然后到那边就是说 我们下飞机后 就只有委员跟职机里面帮我们的 到后面这七天以内的话 都是说 就是有内门的身权功能 就进我们 给我们吃 给我们穿 哪一个是政府官员 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我们当年这样落税 怎么会万谈 万来万谈啊 都很做万谈啊 不是到现在 这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就对了 反正说这边就对了 我们完全没办法 去表达我们什么 完全没办法 我们公政府是怎么来 对我们这八成 要做什么 我们完全没办法 说去 这一回到底是 说起来我们来说 可以说很自动就对了啦 真的要说起来 就起来来说 根本都说不出 这是要叫我怎么去说呢 对不对 圣贤公我也去了 的确在地方上的这些人 给了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说没有他们帮忙 我们收留 你看 我们去治那边 治了第九天第十天 政府官员来对我们讲 哎 我们回去做投机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怎么样跟我讲 官员只是拍 我们香港都拍一个什么 他们里面的最亲近的朋友 来要帮我们接回去 怎么接 哎 限你们一个小时 去把你们的行李全部整理好 我们用这个大考车 帮你们带回去 我们坚持不回去 我们坚持抗议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待我们这些 那个什么 受灾者 我们这些逃生者 幸存者 这些 我们全国毕业 也存四十多月而已 这毕专 你们记得就对了 你们又不了解那种 希望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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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五六百的就对了 像我们四十几月而已 可以我们确定我们去死后 其他三百多的人 都我们确定就对了 都代表的 目前我们在里面 我们进行 我们全民里面 四百九十一的 包括他们二孙 三个都没算 不然也是算 外面有多少 对我们和这些 都弄四百九十一的 普通时有住在那里 四百九十一的 对啊 那是 那是四的哦 包括我们这 我们在里面 设计就对了 都是八百多嘛 但是我们确定就对了 那里面是五六百的人 希望第二的 你说现在里面 现在 这目前公布是 这目前公布是 公布 公布是四百九十一的嘛 他说三百九十一的 没有啊 电视台所没有就对了 是啊 但是我们已经 完全都了解 就是说没政就对了 去联合 可是说失望的 就是他们差 辞职 属于在里面 我们正面的 就已经四百九十一了 四百九十一的 对了 你要看他们 像这个 我们在里面 就对了 去住在南京 里面 他们用这种 他们就是用这种 你要看 我 你今天来说 我们说的 比方说的 比方说的 像我们政客你说的 就对了 我们这些 像我们说 你做一个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我一个 孩子很忙 或是说 我一个 我本身就对了 我家里面 就知道 我没时间 好照顾你 我做这个 去那里面 你稍微照顾他 你稍微照顾他整个 当然 我身体更用的时候 我去接回来 但是 对不对 这要接回 这个中间 我们是不是 要去感谢一下 或是怎么做一个 那种过程 那样的过程 他们完全都没有 政府官 不要说政府官官 我们大家长就对了 他叫一个 小小的 一个储备 就对了 说他是很严重 你知道吗 他没有注意到什么 他代表要带我们回来 你一整整间 搬了东西 我们人 走出来 跟社会说 我们没有人的东西 哪有东西 我搬了 你想我 我们这十个东西 可以说有什么东西 我搬了 連鞋都没有 你知道吗 你说乡长还是军长 都不是军长 不是什么人 他说他派一个人 要帮我们 要帮你帮助 要帮我们家先留会用工 用 隆凤士嘛 要帮到大了 他们没钱 没有安排 我们帮我们帮 他说有什么 之前去 又怕很多东西 要给你们帮啊 国民很複雜 就对了 你说这个过程就对了 我觉得说 还算我们这些西部去就对了 他没有办法议委员 他们这些阵队就是说 阿嫂这些災烂就对了 你说这些西部这些东西 看要放在哪里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我们这44岁的就对了 这些災烂就对了 他们都没办法议 就对了 像我们这些都市的山顶 真的我求求几天 酒房先生才刚才说 真的求求我们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对于灾情的判断 第一个是有问题 接下来是对于 小林村居然灭村 埋村有398是官方统计 不过刚刚这个 你们自己统计 恐怕有超过490 我们乡里面已经统计次了 你们自己统计 有400多 491 491 同期回去招混的 对 招混的就是491 你们是招了491 还有学家没有 他没有教主去爆 他怎么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村里面 对 我们村里面 我们村里面就对了 因为全家都住在哪里 没有多人了 那里面所在的事 什么都会说 因为我们所在的 就是我们村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 你们要用招呼来说 他们到晚间 这四方到底有什么用意 我不知道 而且你们跟十四方出现 是招呼的 可以招呼 所以政府要做人 还是怎样 这最后一定要有一个政客的调查 对啊 要晚间也不可能晚间很久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到底是490几个 还是390几个 可能进一步政府还要去公布 可是这个第七天才开国安会议 这件事情 现在传出来的说法是说 到了第七天才惊觉说 小林村活埋了300多人 觉得灾情非常的严重 才开国安会议 我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哪一个部分 是出了大问题 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活埋了这么多人 他才觉得说 是要开国安会议的层次 对我觉得呢 当然活埋已经罹难的人 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刚刚那个 我们另外一个来宾也讲 王者乙怡嘛 现在存活的人的感觉是最重要 还有他的未来 我觉得除了这个人命之外 最重要的是整个从嘉义 台东嘉义 高雄屏东 这几个县 其实未来的重建是很重要的 其实他花的经费 还有花的人力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预估 也就是该签村的怎么签 然后呢 现在能够就地重建的怎么建 我想这一块部分 也是现在活着的 就是这幸存者 我们很想知道的 就包括刚刚我们三位 这个这个幸存者 逃到那边 你看光是这么一小小的 都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的内心 其实更不要讲 我们能够期待政府 未来帮我们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讲说 其实呢 一个政府他能够有一个同理心的话 那他就应该要把自己变成是灾民的心情 然后帮灾民想他们要的是什么 然后呢 不管是这个安置的 或者是将来组合屋的 或者是将来的重建 这一条路线的感同身受是很重要的 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天灾 可是天灾完后的这个人祸 还有这个重建的 还有这些灾民的心态 的确是现在政府最应该要积极做的 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 怨声士气 为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马总统 你应该要好好检讨反省的部分 这个黄先生 我请教一下 现在灾后的这个重建 你们还要再回去吗 还要再回去小林车 因为我们没什么都没有了 原则上是回家 当然是我的家在哪里 虽然是被冲掉了 那还是我的家 不然我们要走到哪里了 你还敢住在那里吗 就说真的啦 说敢住是骗人啦 这本没地方不少啦 敢住是骗人啦 一路红就开始惊 对啊 我那想问 那一会把我们带那么多人在那里 我们每天是不是 那个阴影没得好消灭 可是我们没地方去啊 政府 你们会希望政府 另外找一块比较安全的地方 让你们重建吗 前天我们的乡长 我们一直抗议 他们昨天就亲自过去带我们过来 他们对我们承诺说要 搞不好安置好 说要盖了什么组合屋 我们也是不敢想象啦 我们就是一家要求 不要再给我们第二次的塑帕 塑金 你假如要找的地 希望说不要再有靠山边啊 河边这一类的地方 这比较安全的地方 对 不会再随时一听到下雨 就会担心 是不是会发生土石流的地方 所以你们是愿意 离开现在的村子 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居 说真的啦 不离开要怎么办啊 我要走到哪里啊 我们一无所有了啊 说要种菜的地方 一小块的田地 也被洪水流走了 住家也没有了 就剩下我们的七小出来 我们一家有了 现在住在那里有五口 我们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 这个部分我可以来补充一下 其实这一阵子我也到灾区去 然后听了很多我们的乡亲的反应 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财产 都在山区里面 我们就以花莲的同门村来说 他们说同门村 我们政府给你盖了房子啊 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跑回去 跑回去的原因是 因为第一 他们帮他们政府 当时盖的那整片的屋子 品质不好 漏水的 臂癌的 通通出现 第二呢他们的工作地点 还在山上 所以呢我觉得政府将来 如果要重建 我们讲的所谓的千村也好 就地重建也好 政府一定要释放土地 不管是台塘的土地 林物局的土地 退府会的土地 因为他们现在私座的地方 全部都是这些石头了 不能够耕作了 如果政府再不给他们一点点 没有办法在原地重建 对 如果不再给他们 一点点小小的地 让他们可以去耕作 你看我们今天来的三位灾民 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务能 真的啦 我们都不管送出来 给大家看到啦 都是务能的 我都一直躲在地上 所以我就说政府 除了给他们 把房子建好之外 其实要释放一些土地 让他们可以去 一个安稳的地方去耕种 毕竟他们 你要让他们辅导 他们能做什么 有长期稳定的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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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921一直到现在 我们当中有多少个自杀潮 原因是因为家人不在了 也看不到未来 他觉得对人生完全失去了希望 所以他自杀了 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 建议政府 后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然后呢 几个政府的单位要释放土地 该是释放土地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 就是整个风灾的救灾重建的过程 至少在救灾的前半段 大家已经觉得政府的反应失灵 政府的动作慢 在后半段 所谓的重建安置的工作 如果再做不好的话 大家真的不晓得 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才能够去评价这个政府 前半段的风灾的救援 到底好还是不好 民间跟政府官员自己的落差 其实感觉是很大的 包括了现在的总指挥官 毛治国都认为说 这次的风灾救难 比921困难很多 所以不能够说 比921救的不好 221它的灾难是地震 所以它的灾难的来临是一瞬间 就几分钟的时间 destroy你everything 然后你的rescue的动作 事实上 这个 在后续来讲 基本上除了后来有些愚症 基本上天然的这个nature forces 不再干扰你 所以等于它所造成的灾害 伤害已经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那个时候 你只是把整个最坏的状况 一路把它改善下来 但是我们这一次雨灾 可以讲 它从8月8号之后 它整个的灾情 不是说台风登陆 以后 然后我们的灾情 就到那边到最高点 它不是 它的灾情是随着雨势 继续在加大 而它这个加大过程当中 事实上会使我们的rescue的动作 几乎很难展开 今天呢毛治国的说法 其实是呼应前几天刘兆玄说 这次的风灾 他觉得旧的比921还要好 所以921跟这次的风灾不能相比 而昨天呢 马英九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呢 也特别提到 这次的救援行动 创了很多记录 包括直升机 空挂 救出来的人数 是创下记录 最后一星期 我们有选择了 47700人 被团队被团队 都被团队被团队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 舰队被团队被团队被团队 为什么政府跟民间的中间 对于这一次救灾的状况 跟成绩有这么大的落差 文家怎么看 我想每一次的天灾 都会有它不同天灾的天灾 天灾属性灾害的范围 还有当下社会救援条件的差异 我个人是一直主张 不应该拿这次的88水灾 跟921的地震 来做一个相互对照的比较 我觉得当下社会的客观评价 是比较重要的 我有一个外国通信社的朋友 他写一个专题 他怎么称呼我们总统跟政府 他说The Reluctant Leader and Government 一个不情不愿的总统跟政府 很重耶 你的子民受灾受难 你在那边不情不愿 因为你把责任通通外部化 你缺乏对一个社会 当下苦难的一个 现实感的同理性 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在痛苦 他为什么不早点撤走啊 我不是来的吗 哎呦你你还可以在水中土石流中憋气两分钟 他跑得真的叛起来 我今天跟你计较的 我常讲我们以前老师常讲一个东西 他说救难 他说是一个可以原谅的不完美 为什么是不完美 因为天灾总是大过我们人的可以复救的能力 所以一定会有不完美 会有人命财产的损失 它是一个注定的不完美 但是这个不完美 为什么可以原谅 因为我们做了几个东西 一个我们有谦卑的心态 我们有扎实的行动 我们有什么愿意承担的意愿 我今天跟你计较是后面的这三个东西 你在跟我扯什么前面 哦 这风寨好大 几十年没看过 我当然知道啊 我觉得这个reluctant leader and government 这个不情不愿的总统跟政府 你到现在不知道 我们老百姓在批评你什么东西 我这个你计较雨多大 地震多强 不是耶 是那个可以原谅的东西 为什么你让我们不愿意原谅你呢 你要面对的是这个东西 我的愤怒就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受够了 刚刚那个毛治国 他讲那种破英文 那真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nature flow什么 绕的营语就不散不鼠了 你听听老外用最标准的英语 称呼你们什么 是一个不情不愿的政府 可恶 明天有一个国际记者会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际媒体 会提出更尖锐的问题 这个政府似乎要国际媒体 有非常尖锐的批评 才会来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明天下午两点半 有一个国际记者会 好我们先来接一下观众电话 我们接第一通频